老头 这有一个老头在牙里 你怎么能打他啊 小弟 你是不是傻 这个老头是你爸爸 我们不能打他 只有五个僵尸罐子 一个植物罐子都不给我 这里有一百个阳光 刚好可以买一个魅火锅 不是吧 开具一个魅火锅 没这么简单 那就让我先砸开这些黑罐子 看一看里面都是什么僵尸 哎 有了 第一路是红眼巨人 第二路是豹子二爷 第三路又是红眼 第四路是一个普通僵尸 第五路又是红眼 这里已经很明显了 魅火锅对于红眼僵尸来说 是没有任何作用的 所以我们只能魅火豹子二爷 让豹子二爷改变方向 去吃僵尸 小鲜哥哥 这一路只有豹子二爷一个 他怎么吃别人呀 请注意 这里有一个传说门 他可以直接到达第四路 而第四路是一个普通僵尸 这样豹子二爷就可以把普通僵尸吃掉 普通僵尸一定会掉出来一张卡牌 这样我们就可以把卡牌放在第二路 因为第二路连通第四路和第五路 我们只需要把第五路的僵尸罐子打开 这样即使第五路是红眼巨人 但是我们的植物离他很远 所以攻击他的时间就足够多 而我们的豹子二爷也可以通过这个原型的传送门 直接到达第五路 去咬这些红眼巨人僵尸 老头 这有一个老头在牙里 你怎么办打他呀 小弟 你是不是傻 这个老头是你爸爸 我们不能打他 先人掌 你们这些卑鄙的家伙 看我扔我的儿子 去吃你 喂 爸爸 你有没有搞错 还有这么远 你就把我扔出来 你是把我当炮灰了吧 Lub is the best place to find that love is so far is where I go 诶 辣椒在手 听下我有 用这些辣椒就可以把它们全部消灭了 看来我分析的没错 现在我只需要把这些巨人消灭的 他们就会爆出来许多的辣椒 然后我再把第一路和第三路的巨人放出来 这样就可以把它们全部消灭了 怎么不动了 辣椒也没有了 完蛋了 这些僵尸都不在第二路 坐下惨了 好 这一次我决定重新做人 还是让我们的二爷去咬这些红眼巨人 然后这些红眼巨人就会通过传说门到达仙人掌站里 不过这一次红眼巨人为什么没有扔小鬼啊 小西哥哥 你以为我们笨吗 这一次我不会扔小鬼了 啊 我是新人掌 有我在这里 我是不会让你们过去的 哈哈哈 好了 又是一次失败 又多了一点经验 请注意我们这个二爷在咬完普通僵尸以后不能急着砸开第五路的罐子 我们要等待二爷通过传说门到达第五路 并且到达第五格这个位置然后再砸开第五路的罐子 只有这些红眼巨人僵尸在这个位置被二爷咬上两口然后他们通过传说门以后才会扔出小鬼 而这些小鬼扔出来以后才会被仙人掌打掉 这样小鬼掉下来的辣椒才能捡起来炸掉红眼僵尸 所以这一路再不能拖拖拉拉 因为这些辣椒是有冷却时间的 所以等到这些辣椒出来以后就要赶紧使用 而这一次呢小溪哥哥不会乱扔辣椒 这一次我们要集中火力盯住一路的红眼把他们消灭掉 诶小溪哥哥你不是说要盯住一路吗 你怎么把我门也动住了 诶红眼巨人 我的意思是盯住一路消灭掉 可不是要放你们过去 把第二路全部消灭完了以后再把你们消灭掉 诶这里还有一个漏网之鱼 你想跑掉不是这么容易 直接把你炸成灰